大家好,俄罗斯时间5月3号凌晨,位于首都莫斯科的一处仓库发生火灾,过火面积达到3.4万平方米。 莫斯科的紧急情况部门动用了100人以及33件装备进行灭火作业。 目前俄罗斯方面没有公布其有原因,暂时也没有公布关于人员伤亡的具体损失报告。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紧急发文,说乌克兰军队不在俄罗斯领土上开展行动。 他说乌克兰军队没有在俄罗斯领土进行任何军事行动,敌对行动只在乌克兰境内发生。 同一天,俄军也宣布逮捕了一名英国人,地点是在扎布洛地区。 这个地区实际上我上个视频给大家介绍了。 现在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以及俄军在顿巴斯南部地区正在对乌军的阵地,特别是扎布洛的方向,进行试探性的进攻,并没有发动总攻。 有三个城镇,我上一个视频给大家播报了,三个城镇遭受了俄军的炮击,在炮战结束以后进行了阵地战。 俄军在昨天的战斗中逮捕了一名英国人。 这名英国人名字叫保罗乌雷,我后面会把审讯他的视频给他播放,你点标题可以看到链接,点开链接,点下链接就可以看到完整视频。 他讲的是英语,下面有俄文的翻译,我觉得很多观众其实都能听懂英文。 不懂英文的,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审讯内容。 他这段审讯表示自己是无辜的,他只是来乌克兰来拍照的,是一个旅游者。 他说他要证实在伊拉克,在利比亚,在阿富汗,美国人以及英国人的所作所为。 他认为他自己是反战的,他说他保证自15年以来,他没有做过任何有危险的事情。 这是他原文,自己可以看一下视频,他英文原文。 然后说他曾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做志愿者。 他来到乌克兰的目的呢,是借乌克兰进行援助。 他在他的手机上,俄军发现了照片,其中包括炸毁桥梁的照片。 他紧接着说,我将用这些桥梁被破坏的照片作为证据,回到英国进行反战宣传。 这是他的原话。 随后呢,俄军审讯他的人说,你来乌克兰境内目的是什么? 那这个英国人呢,保罗·乌雷呢,他说,我想确保一切呢,像新闻中所说的那样糟糕。 我不相信英国的消息,我想看看难民危机,真的像新闻里说的那样糟糕吗? 那这是昨天啊,对被捕的英国士兵进行审讯的一个结果,我简单翻译给大家。 你如果呢,想听英文的原文呢,你可以点标题,看链接,点击链接,它有英文的原文,下面有俄语字幕。 你不懂英文呢,你也可以看俄文,俄文字幕。 我简单翻译成汉语啊,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从现在情况来看呢,这个人呢,不承认自己是英军,也不承认自己是参与作战人员。 他只说自己是个游客,他没有参与过任何作战。 15年以后呢,他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做志愿者。 我谈着我自己的看法,我是不相信这个人。 千里迢迢跑到乌克兰,就是为了看一眼战场情况,拍一拍,桥梁被炸毁的情况。 这个人呢,根据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证实的消息呢, 他呢,实际上是英军啊,他呢,隶属于乌克兰的第30计划旅。 他主要负责呢,向北约提供啊,炸毁桥梁的相关的现场信息, 以确认,以确认这个桥梁被炸毁的程度, 以及向北约乌军提供更多的现场的一些数据, 实际上就是情报官。 大家知道啊,对相关的桥梁,啊,包括建筑物,啊,包括俄军的阵地进行打击以后要确认的, 他呢,是在现场进行对这个打击目标进行确认的, 是英军的间谍,啊,隶属于第30计划旅。 大家知道,英军现在呢,以及北约在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这种远程打击武器, 包括无人机,啊,特别英国的无人机,另外呢,还有北约支持的一些,啊, 可以进行这种空中侦察的相关的设施,包括卫星, 那么每次打击的效果呢,需要到现场进行勘察,啊,以确认, 那么很多这种间谍呢,就围绕着打击目标周围,啊,包括拍照,啊, 包括搜集周边的一些信息,包括对俄军阵地情报的搜集,啊, 像这个人呢,实际上就是在现场搜集相关的,啊, 打击效果周围的一些情报,啊,主要负责这个, 它呢,隶属于乌军的第三十旅,啊, 大家知道,现在英国呢,在乌克兰境内,啊,是派出了特种部队, 这些特种部队,主要负责呢,就是一种远程打击,特别利用无人机, 啊,所以它在乌军的很多的,啊,包括前,前线地区, 也就是扎布勒,顿巴斯,啊,相关的前线地区, 派出了很多这样的,负责收集前线阵地信息的,啊,这种, 那这次在扎布勒方向呢,除了逮捕英国间谍以外呢, 还逮捕了美国人,啊,这个美国人呢, 顿尼斯克人民共和国没有证实,啊, 因为现在美国人信息比较敏感,啊, 俄罗斯也是避免和美国正面冲突, 所以呢,很多被逮捕的美国人信息不对外公布, 但是公布英国人信息,啊, 因为英国现在跳得最欢,俄罗斯现在呢, 还是避免和美国直接冲突的,啊, 现在俄罗斯普京也是避免和美国正面冲突,啊, 但是呢,对英国毫不客气,啊, 像英国这些间谍逮捕以后马上公布, 那5月2号呢,美国物件大楼也证实,啊, 美军的15毫米的M777榴弹炮,啊, 已经呢,训练了200名乌克兰的炮兵,啊, 另外呢,包括无人机,啊, 使用无人机的操作,乌克兰人也完成了学习, 现在来看呢,美军大量的这种,啊, 训练人员已经抵达了乌克兰境内, 培训乌军,另外在前沿阵地, 那这种无人机操作,操作手, 实际上也抵达了俄乌对队的前线, 很可能这一次逮捕的,啊, 就是这种无人机的操作人员,啊, 啊,前沿阵地进行对无人机操纵, 特别是对俄军阵地进行无人机打击, 实际上操纵的是美军, 那这次在扎不诺方向逮捕的, 很有可能,那是美军无人机相关操作人员,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啊, 因为现在信息没有公布, 另外呢,英国呢,也向乌克兰,啊, 最新表示呢,要提供3亿英镑的军事援助, 这是唐宁街最新的消息, 那现在呢,我在英国,英国媒体也报道, 啊,英国首相约翰逊呢, 将在议会发表讲话时, 宣布啊,新一轮的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计划, 英国呢,对乌克兰下一批军事援助, 啊,根据英国媒体, 现在我在英国了解的最新消息呢, 包括电子战设备,啊, 干扰GPS信号的设备, 移动反,啊,反雷达设备, 夜视设备, 那英国呢,早前呢,向乌克兰已经提供过, NLAW反坦克导弹系统, 另外呢,还有这个便携式防空导弹, 以及无人机, 还有装甲运兵车, 以及呢, 海矛反,啊,反舰导弹, 其中呢,还有自行式防空系统, 从现在呢, 在俄乌冲突的这个最前沿阵地, 逮捕了大量英国, 美国, 他这些间谍, 以及军事人员可以看, 现在北约已经完全介入到乌克兰战争了, 这个冲突对这的前线, 大量的北约人员被俘, 大家可以想象, 实际上这些北约人员就在参战, 被俘以后呢, 装成老百姓, 说我来这拍照, 拍照回英国宣传一下, 你信吗, 我是不信, 拍那么细那照片, 这打击效果给你看, 现场来实地来进行测量, 实际上北约已经进来了, 另外呢, 英国也在向乌克兰提供各种的, 包括电子战设备, 无人机设备, 包括电子战专家, 包括无人机的这些专家, 操作人员, 实际上未来也会进入乌克兰, 越来越多的这些英军, 北约, 他的军官, 北约的士兵, 进入到乌克兰参战, 而且就是在和俄军在一线作战, 甚至你看英国这个间谍跑到俄军阵地前面, 来拍什么, 拍这个桥梁被毁的现场照片, 所以现在北约和俄军就在正面冲突, 我觉得我毫不怀疑, 现在北约已经参战了, 我之前节目讲过, 在莫斯科, 在圣彼得堡, 甚至在西伯利亚这些城市, 俄罗斯城市的中国人一定要小心, 因为现在俄国已经和北约正面冲突了, 那北约会利用乌军, 借乌军之手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这次莫斯科, 他的这个4万多平, 这个市场着火, 你现在这个原因很难说清, 所以我说下一步在莫斯科华人也要小心, 现在看北约很有可能借助乌克兰领土为跳板, 借助乌克兰之手打击俄罗斯的战略目标, 甚至打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现在泽连斯基也非常担心, 你从泽连斯基之前表态否认打击莫斯科, 他担心什么, 他担心俄军报复的, 但是现在看北约并不这么想, 北约是希望利用乌克兰领土为跳板, 攻击俄罗斯的, 他的这些战略目标特别是, 你莫斯科, 你不红场阅兵吗? 我告诉大家, 现在北约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MQ-9, 而这个MQ-9乌克兰人没有人会操纵的, 全是美军在操纵, 大家可以想象, 美军如果到达了乌克兰, 操纵MQ-9, 乌克兰的军方又不能对MQ-9相关的操作人员下达任何指令, 全是美军下达的, 那乌克兰变成什么? 乌克兰变成完完全全的一个跳板, 一个炮灰了, 美军借乌军的手, 攻击莫斯科, 莫斯科回过头来打谁? 打你基辅啊, 所以现在泽连斯基也非常担心, 但是没有办法, 他又必须依靠美国, 依靠美国人力量, 但是我现在在伦敦啊, 原计划呢, 我是准备从纽约飞伦敦, 在伦敦待一段时间以后呢, 飞莫斯科的, 现在没有成型, 整个飞俄罗斯的航班全部暂停了, 所以我也没有走, 我在莫斯科呢也是有熟人, 我在俄罗斯呢实际上也是有感情的, 莫斯科我也去过, 包括俄罗斯的很多城市我也去过, 我对俄罗斯呢是有感情的, 毕竟在那生活过, 所以呢我还是提醒在俄罗斯, 在圣彼得堡, 莫斯科, 甚至叶卡, 希伯利亚这个方向的这个华人, 包括你这个生活呀, 工作呀, 学习, 一定要提高警惕, 现在这个俄罗斯它本土啊, 很有可能遭遇, 遭遇这个北约的攻击, 特别是靠近北约国家, 圣彼得堡, 莫斯科这个方向, 我刚才讲了MQ-9, MQ-9它的地形半径达到1200多公里啊, 1200公里如果在俄罗斯边境地区发射这MQ-9, 实际上可以够到莫斯科周边了, 再加上它携带着导弹, 它的射程是完全可以打到莫斯科的, 这个无人机如果打到莫斯科的话, 你可以想象啊, 对整个俄罗斯, 它整个胜利日这种震慑作用, 现在呢, 我甚至担心啊, 5月9号胜利日当天, 会不会美军以及北约攻击莫斯科红场阅兵, 我甚至担心啊, 现在来看呢, 北约现在正在对整个俄罗斯边境地区进行挤压, 特别利用乌军, 借乌军之手打击俄罗斯, 从整体来看呢, 整个俄乌冲突在升级, 升级为整个北约与俄罗斯冲突, 所以我觉得这个核战争, 这个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那我现在在英国伦敦啊, 现在我获得的消息呢, 美国以及英国政府啊, 进行了秘密的磋商, 已经确定北约会深度介入乌克兰危机, 而且利用乌克兰危机肢解俄罗斯, 削弱俄罗斯, 所以呢, 下一步北约是一定要在乌克兰问题上发力的, 甚至呢, 北约会支持乌军越境打击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境内目标是非常危险, 特别俄罗斯这些大城市, 我再说一遍, 特别俄罗斯这些大城市, 北约现在看来正是利用乌军, 它的能力越境打击, 削弱俄罗斯, 那北约这个做法反而刺激了俄罗斯, 俄罗斯下一步呢, 如果对乌韩使用核武器, 那么俄罗斯是第一个, 二战以后第一个使用核武器的, 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 那么俄罗斯也会悲伤骂名, 那全世界就会更加反俄, 更加反对普京政权, 那如果普京俄罗斯不使用核武器, 按常规军力来说, 俄罗斯很难单独对付北约, 大家听懂了吧, 北约、美国、英国, 它脑底非常清楚, 我逼着你到死户头, 你要想反击动用核武器, 全世界都知道, 你普京是恶魔, 你炸乌克兰, 他不会炸美国, 也不会炸英国, 记住了, 他炸的是乌克兰, 所以乌克兰成为这个牺牲品, 听懂我今天讲的, 那你不使用核武器, 你不使用核武器, 俄罗斯的军力和北约相比较起来, 北约军力更加强大, 我还是把你逼到墙角, 还是肢解你, 你看现在北约, 美国与英国, 他的目的就是要肢解俄罗斯, 就是赶普京下台, 非常明确了, 所以我再次提醒在俄罗斯的华人, 这场俄乌战争, 不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 而是北约和俄罗斯之间, 真正的世界大战,